第三三题 将部分比率域倒入蒸发皿中加热 最后在蒸发皿中留下何种物质 这是利用物质的什么特性将其分离出来 比率域就是食盐水 然后呢放到蒸发皿上做的就是蒸发结晶法 是利用物质的废点不同将它分离 那么水的废点比较低所以就先跑掉了 那么食盐的废点比较高所以留下来形成结晶 所以呢第三三题问我们说 最后在蒸发皿中留下何种物质 这是利用物质的什么特性将其分离出来 我们答案选的是B食盐 废点叫水高